少宇 还在生妈的气啊 你整天不去公司 在家里干什么呢 休养 好 我就给你放几天假 休息完继续回去工作 我不会回去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你去给毅然道歉 让我跟邵文芳道歉 那绝对不可能 只要你一天不跟她道歉 我就一天不回公司上班 少宇 别让妈太为难 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决定 我要把毅然追回来 你疯了 你跟谁在一起我不敢愿 就是不能跟这个邵文芳 为什么 我连选择自己喜欢的 女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少宇 我辛辛苦苦栽培你 是要让你成就一番大事业 那个邵文芳 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 你跟她在一起 是不会有出息的 我不稀罕 我就不会有出息 怎么样 你太让我失望了 妈 我一直都是你的傀儡 一切决定全是你连走 我什么自由都没有 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 我不需要 我可以靠我自己 靠你自己 靠你自己能做什么 我帮你安排好一切 你坐享其成有什么不好啊 我再说一遍 我不要这样的时候 我不要 少宇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回不回公司 不会 不回公司就给我离开这个家 好啊 我离开 好 你记住 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离开这个家有什么后果 你想清楚 阿姨来了 阿姨好 阿姨好 什么情况 我要搬出去 少宇 我在最后问你一次 你真的愿意为这样的女人 连妈都不要了吗 我在最后回答你一次 我在最后回答你一次 我要拜托你的控制 活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 但是你别忘了 你首先是我儿子 阿姨冷静一下吧 要不您先坐会儿 我给你倒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 不要你管 别吵我这谎言 赶紧走 我去收东西 你怎么也出来了 你都出来了 我还能不出来吗 我跟你一样 无家可归了 你今天跟你妈妈是怎么回事啊 你正是吓了我一跳 你又易燃的事 因为易燃的事 对了 刚才你进门的时候 不也一直喊易燃的名字吗 怎么了 彥燃终于答应不住小旅馆了 回天乐家住 他一个人在外面还带着衣恋 的确挺不安全的 是啊 这挺好的 你这去哪儿了 我还能去哪儿 会不会天乐啊 走吧 一块儿 我不许 谭少语 咱们俩现在同事天涯沦落人了 你别再把少爷脾气了 行不行 好 你平时一直都住别墅 突然一下集体生活 会有些不适应 但是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 调整好心态 有地儿住就行 别挑了 走 不是因为你说的这个 易燃 易燃还没原谅我 住在一起的话 不方便 那你就想办法让他原谅你啊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行了 行了 你快走吧 不用管我了 那你去哪儿啊 都说了你不用管我了 走吧 那 我走了 走了 走了 那你 那你 goin 走啊 行 吓死我了 干什么呢你 去嘛 我在这儿能干吗 等你呢 我没地儿待了 没地儿去了 嗯 跟少语吵架了 我跟少语没吵架 少语跟他妈闹崩了 少 少语跟他妈闹 闹崩了 是 什么意思 还不是就是依然的事吗 少语的妈妈知道 少语还跟依然有联系 就闹崩了呗 少语离家出走 我也没地儿待了 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想求我啊 让我收留你 然后搬我们家去 能不能不用那个求字啊 行行行 那我明白了 就是说你还有辙 不用求我是吧 我本来想了 说你要求我吧 我考虑考虑 是不是收入你了 不不不 那个个个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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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听不见 求 这 早说就完了嘛 求我就收入你了 走走走 回家 回家 多简单个事是吧 慢点 走 慢点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你们干吗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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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使命啊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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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啊 一 二 三 怎么样 行吗 太好了吧 住住住住住住 住住住 住住住 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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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什么呀 是吧 你们好有心啊 姐姐 这个是送给你的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不用怕了 真乖了 那要是我晚上睡觉 还怕呢 那你等着 我再去给你拿一个 再去拿一个 你有多少个呀 今天是梅兰妮同学 第一次入住我们家 我们表示欢迎 那那个 我是不是得发个言啊 嗯 行 那 那那个 我很感谢大家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我 从我家出事以来 这二十多年 我第一次感受到 朋友像家人一样的温暖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是 现在再多的谢谢 都不能表达 我现在的心情 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话 谢谢 梅兰妮 我也想说两句 之前有很多事情 咱们两个之间有误会 希望你别介意 其实我一直挺喜欢你的 还有什么误会啊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咱们一起向前看 对对 向前看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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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鼓什么掌啊 老师说了 看到感动物画面 都要鼓掌的 那我们就一起挂机挂机 欢迎 进 进来 进来 忙着呢 别的衣服 坐啊 没事 那个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呀 我今天之所以被赶出来 是因为谭少宇离开家了 他和他妈 为了你的事吵了一架 事情好像还挺严重的 他妈当时气得脸都清了 少宇也是 拿着箱子就走了 好 那个 我 我想问问 少宇现在这样你是怎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啊 他的事现在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这个心我操不着吧 你希望我怎么想啊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觉得 你看天那么黑了吧 他一个人在外面可能也没地方住 挺可怜的 算了 让他自求多福吧 那个 要不你先忙 我就回去休息了 早点休息吧 今天一天够累的了 好 哎 谢谢你给我收拾的房间 客气什么呀 晚安 晚安 你知道吗 我已经成为美卡拉米的正式员工了 他那儿什么情况 我没摸准他是什么态度 我说少宇现在的状况慢 脸上是没挂住 我都看出来了 但我一激他 他又说少宇怎么样 他也操不上这个心 我都不知道他是 关心还是不关心啊 他presa 但是自己一直配更会 也不是不是的时候 如果他们也不失望 你让孩子有什么好 sabe 他 semaines 他需要先生的情供 吃点 谁都不愿往前迈进这一步 这事啊 还得咱俩操心 我觉得还是把少宇叫过来住吧 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 这样才有机会 对对对 那你刚才给她发消息没有 说没说她现在住哪儿啊 我发了个微信 她说她现在住在一个公寓里边 后来也不回我了呀 行吧 这样 明天啊 我还是去找她 我跟她说这事 我今天之所以被赶出来 是因为台上雨离开家了 没有必要 她已经不爱你了 而且 她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是谁的意思啊 这是 我的意思 这次会儿 他也不叫她 是因为台下ương 那天啊 这是谁知道 那天啊 是为了